嗨!大家好,我是Niko 我這次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非常冷門 但是它是黑馬的保養品 那你們針對保養的這個部分呢 你們會重視保濕還是美白呢? 那我自己呢,我先說我非常重視保濕 這次呢,影片裡面會有分享兩樣產品 一個是精華液跟面膜 但是可能是大家比較不常看到的 它算是非常冷門 也是很小眾的保養品 但是你用過它之後,你會覺得它真的是黑馬 最主要呢,我得知的就是 這個保養品開創的老闆呢 他本身就是醫美的老闆 那他創立的這個品牌 就會讓我很想要去試試看 這一罐膠原蛋白精華液 使用日本進口植物萃取 高濃度的膠原蛋白 有熏玉草的精油 淡淡的香氣,聞起來很舒服 它整個都是透明的 在化妝水後使用它 我自己呢,覺得使用下來保濕度啊 是非常足夠的 如果你是敏弱肌啊,缺水肌 還有經常曬太陽的 可以試試看它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就是 我會把它分兩半的臉 塗抹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精華液 那我這一邊的臉呢,就是都不塗它 讓大家看一下 有上過精華液的肌膚啊 很明顯就是透亮很多 那你看我這邊的肌膚就是 有一點乾乾的 就是那種保水透亮感是你肉眼看得到的 就是兩邊的臉其實多少真的還是有差異 這邊是沒有差 這邊是有差剛剛的膠原蛋白精華液 其實我真的覺得 肌膚保濕真的非常重要 我自己本身是混合肌偏乾 那我T字部位是非常容易出油 就是這個T字部位很容易出油 所以呢,我保濕是特別一定要加重再加重 要很重視 我覺得你們大家可以去比較看看 你手邊已經有的精華液 跟我現在分享的這罐精華液 你們都可以比較 因為我覺得 有一些精華液擦起來 它就是非常的濃稠很厚重 而且重點是無感 好嗎? 真的是無感 那這一罐我分享的 它是真的有感 讓你由內而外的覺得肌膚是真的有保濕 那當然基本上你還是要多喝水 不能只單靠保養品 唯一的小缺點就是 它雖然是用真空瓶去做包裝設計 但是它沒有辦法看到裡面的用量剩多少 所以你就是只能一直按壓按壓 用到它真的擠不出來了 為止 沒有辦法就是還要看說 欸我可以用到剩多少 我準備要去補貨了這樣 說到保濕 聯想到的一定也會有面膜對吧 這一款面膜是我今年使用過保濕面膜系列 在有感排名內 敏感性肌膚呢 都可以使用哦 到隔天 肌膚依然都是有保濕 也不會有很厚重的膠感 保濕彈Q隱形面膜 它的精華液很多 剩餘的呢也可以塗抹在身體的其他部位 本身呢面膜它是使用生物短纖維 服貼度算是很不錯哦 鼻翼兩側呢使用的時候可能要把它剪開 會比較貼合鼻翼的兩側 有沒有使用面膜的感覺還是有差哦 肌膚的水潤感還有透亮感是直接肉眼就可以看到了 現在的天氣真的非常的炎熱 都一定會想要待在冷氣房裡面吹冷氣 但是呢你們有想過嗎 冷氣是真的會帶走你肌膚上的水分 而且會越吹越乾 你光想到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非常的可怕 我知道大家每個女生啊都會想要有一個白皙漂亮的肌膚 但是呢我真心要告訴大家 你的肌膚有做好保濕很重要的這個工作 你的肌膚呢就會由內而外的透亮出來 這一點是真的非常重要哦 肌膚保濕做好最基礎的打底 基本上呢你就都不用害怕你的底妝啊 會敷粉啊卡粉啊很容易脫妝還是說吐石流 真的不用害怕 所以保濕真的非常重要哦 那我所這一次分享的這兩項產品 會把官網放在最下方的資訊欄 讓你們大家做參考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點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呢才不會錯過我 之後更新的最新影片通知哦 那我們下次見囉拜拜